戴上VR裝置 仿佛智商韓劈場面當中 或是像韓劇主角一樣 站在紅毯上拍照 享受當巨星的感覺 旅遊體驗設施制入韓劇主題 吸引外國觀光客到此一游 韓國公安公社統計 今年6月約生意外國遊客達到770萬人次 和去年同比增加了约74% 外国游客直接造访韩剧中出现的卖场 或是购买产品 可以看出韩剧在向全球宣传韩国文化上 发挥极大效果 由于寒流热潮 包括韩系化妆品在内的南韩产品被受欢迎 美中用品卖场成为游客必访景点 今年第一季 南韩本土化妆品出口额 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这100名中国大学生 通过100比1的竞争率选拔出现 准备前往南韩旅游 从学姐寒流5道开始 4天3夜充满各种体验行程 光是想象就很兴奋 是韩国的一个就是染发 然后还有一个拍证件照 然后还有去那个1M的舞蹈室体验舞蹈课 二三十岁的外国年轻人 最近成为返韩旅游的主力消费族群 他们大家都喜欢品尝美食 过到名胜景点 购物以及寒流体验等等 因为透过媒体接触韩国文化 对韩系化妆或个人色彩体验等 特色旅游也很感兴趣 由这群大学生自己规划的旅游行程 未来也将成为中国当地旅行社的 返韩旅游产品 南韩政府预期 活化为自由行游客量身定做的旅游产品 开启外国游客两千万人时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